叮叮当当 被绳索拉扯着的铃铛不断摇晃 将声音传遍了宽敞但相对空荡的客厅 正坐在沙发上阅读报纸 研究那些投资机会的克莱恩站了起来 白衬衣配黑马甲的他位系领结 很有几分居家的随意 我侦探生涯的第一单委托 不过 我不可能总是等在家里 等着任务上门 嗯 我得弄个留言本挂到门口 配一根吸水钢笔 这样一来 顾客就可以写下再次来访的时间 让我提前做好准备 但这对刚入行没什么名气的新侦探来说 基本就等于没有下次了 哎 只能暂时麻烦一点 每天清晨占卜当日是否有委托 大概在什么时间段 以此进行安排 当然 这或许会错过委托者是强力非凡者的任务 嗯 错过就错过 大概率是好事 克莱恩边想边走到门口 无需通过猫眼 脑海内就自然浮现出了外面访客的形象 一位是戴着黑色毛绒软帽的老太太 他背部略有勾搂 脸庞皱纹很深 皮肤干瘪泛黄 但深色的衣裙正是得体 显得非常整洁 他并脚已然全白 蓝色的眼眸却相当有神 此时正瞧着旁边的年轻人 示意他再次拉动门铃 那位年轻人二十多岁 有着一双和老太太相似的眼睛 在愈发阴冷的天气里 他身穿贝克兰德绅士阶层流行的黑色双排扣裳礼服 头戴半高丝绸礼帽 打着参加宴会般的领结 似乎任何时刻任何场景都不会放松对自身的要求 借助小丑的预感能力 在铃铛再次摇晃之前 克莱恩拧动把手 打开了房门 微笑问候道 上午好 女士 先生 今天是个好日子 到现在为止 我已经看到了五分钟的太阳 他以略显夸张的方式说着天气 这是贝克兰德流行了上百年的寒暄话题 是的 他往常总是害羞的躲在雾气和阴云后面 一直不肯出来 老太太赞同地点了下头 而那位年轻人则开口问道 你是夏洛克 莫里亚地侦探 是的 你们有什么事情需要委托 抱歉 请进 我们到沙发那里再聊 克莱恩侧过身体 让开通道 指了指代课区域 不 不需要 那位老太太嗓音略显尖锐地说道 我不想浪费一点时间 我可怜的布罗迪还在等着我解救他 他 克莱恩注意到了那个最重要的代词 忽然有了不好的预感 打扮非常正式的年轻人肯定点头道 布罗迪是我奶奶多利斯女士养的一只猫 他于昨晚走失了 我希望你能帮助我们找到他 我们就住在这条街的尽头 我愿意为此支付武苏勒的报酬 当然 如果你最后能证明你花费的时间与精力超过了这个范畴 我会额外再补偿你 找猫 之所以委托我 是因为就在同一条街 非常方便 克莱恩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象的侦探生涯 这让我看起来像个小丑 好吧 开门第一 单生意不能推掉 这是来自占卜家的观点 他沉吟了几秒道 能详细描述一下吗 老太太多利斯抢在那位年轻人开口前说道 布罗迪是只可爱的 活泼的黑猫 他非常健康 有一双漂亮的绿眼睛 最喜欢吃煮熟的鸡胸肉 女神啊 他昨晚就那样出走了 不 他一定是迷路了 我在他的碗里放了许多鸡胸肉 他都不愿意回来再看一眼 克莱恩嘴角上翘道 我很满意你的描述 多利斯太太 我接受这个委托 好的 现在就去你们的家 我需要寻找线索 发现痕迹 你们应该很清楚 推理的核心在于细节 多利斯太太没有征询他孙子的意见 当即点头道 你是我见过最有行动力的侦探 成交 克莱恩穿上外套 戴好帽子 拿起手杖 跟着多利斯女士和他的孙子来到街上 和停根不同 贝克兰德很多区的道路都重新用水泥或沥青修筑过 即使遭遇下雨的天气 也不会那么泥泞 趁着老太太快步在前面领路的机会 他的孙子凑到克莱恩身边 压低嗓音道 我希望你能尽最大的努力寻找布罗迪 自从我的爷爷和父母相继过世 他就成为了我奶奶生活的支柱之一 布罗迪走失后 我奶奶的精神都出现了问题 甚至产生了幻听 总是告诉我 他听见可怜的布罗迪在惨叫 克莱恩郑重汗手道 我会尽力的 对了 还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鱼尔根 鱼尔根 库珀 一位高级事务律师 那位年轻人回答道 很快 他们来到明斯克街58号 进入了色调灰暗的房屋 这就是布罗迪的碗 这是他最喜欢的箱子 他总是在这里面睡觉 多利斯满是皱纹的脸庞充斥着担忧和期待两种情绪 克莱恩蹲了下去 从箱子里找出好几根黑色的猫毛 他直起身体 用捏着猫毛的手握住了湘吟的手杖 克莱恩眼眸转身 假装四下观察 口中默默送念起占卜语句 他的手悄然离开了杖头 但又没完全脱离 让鱼尔根和多利斯都无法注意到手杖正自行毅力的事实 紧接着 那根黑色的湘吟手杖往侧前方一斜 倾倒的速度很慢 幅度很小 克莱恩再次握住杖头 看着那个方向 仔细观察了十几秒 然后 他迈开步伐 走了过去 来到一个陈旧的橱柜前 有发现布罗迪出走的痕迹吗 鱼尔根关切地问了一句 老太太多利斯亦在等待答案 克莱恩没有答话 半蹲下来 拉开了橱柜最底层的门 嗷屋 一只黑猫从里面窜了出来 尾巴翘的老高地奔向他的碗 布罗迪 你什么时候钻进橱柜的 你怎么会被关在橱柜里 多利斯太太又惊喜又困惑地喊道 鱼尔根恶然侧头 望了克莱恩一眼 你怎么知道他在橱柜里 克莱恩笑了笑 低沉回答道 这就是推理 收获了多利斯太太和鱼尔根律师有意 收获了伍苏勒报仇的克莱恩在阴暗的天色里 往着自己租住的明斯克接十五号返回 还未靠近 他就看见有道身影在自己的门口徘徊 又有新的生意 克莱恩凝目望去 只见莱克身穿布和年龄的老旧大衣 头戴圆顶帽子 是个十五六岁的男孩 他 克莱恩一下认出对方是自己刚来贝克兰德那天 于蒸汽地铁上遇到的那个被人追赶的大男孩 他当时表现出来的成熟和冷静让克莱恩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会有什么事情委托 咕弄一句 克莱恩走了过去 微笑道 请问 你是来找我的吗 那个大男孩吓了一跳 慌忙转身 鲜红的眼眸里有掩饰不住的恐惧 他定了定神 迟疑着开口道 你是夏洛克 莫里亚地侦探 是的 克莱恩环顾左右道 有什么事情 我们进去再说 好的 大男孩没有拒绝 进了屋 克莱恩没有脱掉外套 只是取下帽子 放好了手杖 他领着大男孩来到代客区域 指着长条沙发道 请坐 我该怎么称呼你 你有什么事情想要委托 你可以称呼我伊恩 大男孩四下审视了一遍 沉默了好几秒道 我之前受估于另外一位侦探 泽瑞尔 维克托 李先生 帮助他搜集一些消息和情报 克莱恩坐了下去 双手交握道 你的委托和你的前任雇主有关 嗯 伊恩郑重点头 我前几天忽然发现自己被人跟踪 不怀好意的跟踪 于是想了各办法甩掉了他们 呃 我想莫里亚地先生你应该目睹了这一幕 我一看到你 就认出你是当天在地铁上打亮了我好几眼的先生 这份观察力 不比观众差多少啊 难道是天生具备特殊的类型 或者说就是非凡者 克莱恩开启灵事 看了伊恩几眼 没发现什么古怪的地方 他点了下头 坦然回答道 你的应对让我印象深刻 伊恩没纠结这件事情 继续说道 我怀疑我的遭遇与泽瑞尔先生有关 于是去他的住处拜访他 发现那里看似正常 但很多暗藏的提示有人潜入的小机关都被触动了 从那天开始 我就再也没见过泽瑞尔先生 我怀疑他出事了 我试图报警 但他失踪的天数还没有达到要求 我尝试着向认识的其他侦探求助 可他们都回绝了我 理由是 他们刚见过泽瑞尔先生 在一场同行的聚会上 这让我非常惊讶 因为我用约定的办法联络 泽瑞尔先生却没有获得一点回应 我依然坚持我的判断 打算请泽瑞尔先生不认识的侦探帮忙 嗯 这样一来 我也不认识 不知道该找谁 只能通过报纸了解 于是找到了你 夏洛克 莫里亚蒂先生 嗯 这样 嗯